这是一团被冻住的烟雾吗? 不,这不是烟雾,而是一种固体 更加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轻的固体 就算你把它放到蒲公英的绒毛上都不会把它压垮 这是因为它实在是太轻了 最小密度为每立方厘米0.16毫克 仅有空气密度的六分之一 而它就是气鸣胶 外表看起来里面充满的烟雾 犹如一块果冻一样 但它却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而是和玻璃一样 主要有少部分二氧化硅制成 其中80%以上都是空气 可能有人会问 这么轻的固体它有什么用呢? 可千万别小瞧了它 气凝胶看似轻薄易碎 但实际上却非常坚硬 它可以很轻易地承受超过自身几千倍的压力 除此之外 它的隔热性能也非常好 首先实验人员在气凝胶上方放了一个兔状巧克力 然后用酒精灯制烤 但巧克力却丝毫没有融化 利用热成像仪可以看出气凝胶将热量全部四散了出去 这就是巧克力没有化的原因 而气凝胶的种类也非常多 其中全碳气凝胶被吉尼斯认证为世界上最轻的固体 它的99.8%都为空气跑 把这种材料放在花朵上 柔软的花蕊几乎没有变性 并且气凝胶的导热率和折射率也非常低 绝缘效果更是比最好的玻璃纤维还要强39倍 可以说气凝胶是极有点异生 但它的劣势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贵 它比黄金还要昂贵 每公斤需要约11500美元 这也是它得不到普及的根本原因 那么屏幕前的你知道世界上最重的固体是什么吗